最近大家有没有看露丝和王安宇合作的身影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露丝这次的表现有没有入大家的法眼呢 嗯怎么说呢 有点一言难尽 这不是两人的情侣血针出了吗 以前这种情侣血针是没有翻过车的 但是这次真的不过关 有一种强制营业的感觉 还有两人在见面会上的甜蜜三连拍 确实是该有的互动都有了 但是这么熟捏露丝的脸就有点不好了吧 再怎么合作也要保持分寸吧 之前在有一次露丝的个人采访中 露丝说道 其实在剧组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 有时候还需要自己活跃气氛 身影对打刘诗诗的一念观山 收拾依旧开出红盘 这是赵露丝与罗伊州合作后浪 搭档陈真远偷偷藏不住之后 再次让外界见识到他待望新生代南线的功力 近日赵露丝晚安于未戏直播 被闻到二大可能性 他透露两人早已私下聊过 可以二大现代剧 他也发给他好几个剧本 但是虽然他口头答应要合作 时间却一直瞧不拢 他故意直呼 我已心碎再也不会找他拍戏了 饱含笑语的语气 尽限两人好交情 赵露丝晚安于被问到 继神影之后有无机会二大 他笑说我们还真聊过 想拍一个现代戏 安于给我发了好几个剧本了 听起来合作意愿相当高 不过目前正在跟刘雨宁 二大拍摄古装新剧 朱连玉木 他行程实在是太满 我安于透露 就是露丝老师太忙了 我发出邀约 说要不要一起拍现代剧 他说好啊 但时间最后都是说 哎拍不了啊 反正我已心碎了 不会再给他递剧本了 再也不会找露丝老师拍戏了 他听完笑会 你最好是 在最新的剧情中 凤影救了古镜后 古镜错把华叔当成了恩人 从此对他一见清晰 念念不忘 而华叔 明知道自己不是古镜所说的人 却不动声色的领了这份功劳 华叔这样做 为的就是让古镜自以为欠了他的人情 以备以后自己或孔雀族需要帮助之时 好对古镜写恩图报 身影中的华叔 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心机爱算计的女人 她一边用一份假的恩情调着古镜 一边有意接近蓝风 而当蓝风向他求情时 他又不知可否 华叔其实是喜欢蓝风的 他之所以不立即接受蓝风 是因为他觉得蓝风为人太过正直 不会偏袒他和孔雀一族 他很难从蓝风这里得到好处 他要做的就是先把蓝风站着 再慢慢观察 寻找能够为他带来更多好处的人 华叔知道古镜喜欢他 但他根本看不上古镜 因为在他眼里 古镜只是一个凌厉不足的小仙君 既给不了他尊贵的地位 也无法为他的族人提供帮助 可他为什么还要吊着古镜 骗古镜说自己就是救他的人呢 因为古镜是东华的弟子 在整个大泽善 大家也都高看他一眼 虽然古镜看起来没太大能力 但能通过他搭上其他关系 那也是好的 孔雀族向来野心很大 孔雀王更是奢望自己能成为仙界之主 所以在做成这件事之前 他们也是竭尽所能的 想拉拢一切力量为自己所用 在这种情况下 华叔心里想的暂时笼络住一个算一个 但是古镜很快看穿了华叔的为人 并且在蓝峰向华叔求亲的时候 还真诚的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华叔看自己的伎俩瞒不住了 也干脆放弃了古镜 毕竟跟蓝峰相比 古镜太不起眼了 蓝峰算只是待天地 可假以时日成为真正的天地 华叔嫁给他 也就成了仙界最尊贵的女人 蓝峰求亲后 华叔也真的没把自己当外人了 他一会儿要求蓝峰为自己的兄弟谋差事 一会儿想让他帮自己卫猎五尊 华叔的要求都被蓝峰一一拒绝之后 眼看着蓝峰根本不可能帮衬孔雀族 孔雀王便动了让华叔 嫁给南海三公子的心思 华叔算眼里更在意利益 可南海三公子奉流成性 华叔也并不愿意嫁给这样的人 正在这个结果眼上 华叔听到了红筹 跟安英说起古镜的绅士 得知古镜便是元旗小神君 华叔又重新把主意 打到了古镜身上 你看在华叔眼里 婚姻就是他拿来换取利益的工具 谁为他提供的利益更多 他就想要嫁给谁 人品感情这些他虽然也想要 可都通通不如利益重要 有道是可恨之人比有可怜之处 神隐华叔真的非常可恨 但是仔细想想 他其实也很可怜 蓝峰帝君一表人才 人品贵重 而且有着尊贵的地位 这样一个男人 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夫君 蓝峰对华叔也是一往情深 华叔为了助哥哥华眼妒劫 私自拿了斯兵殿的令牌给他 让他去找玄武盾 可是华眼却大闹斯兵殿 这让蓝峰非常的生气 不仅承接了华眼 还让华叔写了罪集书 华叔因此对蓝峰非常不满 华叔觉得蓝峰喜欢他 就应该无条件的偏袒他 纵容他 可蓝峰却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 在他看来他对华叔的感情 不应该影响到公私 同理公私也不应该影响到感情 所以在惩戒了华眼和华叔后 蓝峰还是来讨好华叔 希望他跟华叔的姻缘 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孔雀王通过这件事 看透了蓝峰 不会因为他跟华叔的关系 就偏袒孔雀族 也就坚定了念头 要反悔这门亲事 他不惜让自己的女儿 去嫁给一个风流成型的浪荡子 以通过联姻换取南海 对孔雀族的帮助 好成全自己的野心 丝毫不关心女儿的幸福和处境 孔雀王就是一个眼里 只有权势和利益 根本没有亲情的人 华叔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每天受着父亲的影响 所以他考虑问题的时候 也会不自觉地 把孔雀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选择终身大事的时候 去拿利益来衡量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失去了蓝峰 将是他这一生最大的损失 也是他做了那么多 缺德式的最大报应 华叔不愿意嫁给南海公子 在听到古静的声势后 他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般 有千方百计想吸引古静 让古静重新爱上他 孔雀王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跟占有了红弱身体的清灵勾结 让华叔去替换掉护灵剑 陷害阿英 孔雀王特意没有告诉华叔 他要合作的人是魔族的清灵 而只说他是红弱 华叔知道父亲勾结的是魔族以后 也跟孔雀王起了争执 可见华叔还不是完全没有底线的人 他的心机算计 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了成长环境的影响 从小就被父亲当成工具人 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 长大后他也变得跟父亲一样 把利益看得比一切都重 可是他没有想过 父亲看中利益 口口声声一切都是为孔雀族着想 那是因为他是孔雀族的王 孔雀族称霸仙界 他就是仙界之主 他是实实在在得到好处的人 所以他才不惜牺牲一切 而华叔呢 即便他为孔雀族牺牲一切 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择手段的 歹毒之人 他又能得到什么呢 享受好处的是他的父亲 承受苦果的却是他自己 华叔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那些 伏地魔 妈宝女一样 一心只为娘家 为兄弟 搭上自己的婚姻和幸福 也在所不惜 到头来却没有人在意他 心疼他 他的父亲 哥哥 都要踩着他的幸福上位 成全自己 如果华叔真的能够跟蓝峰走到一起 以蓝峰的正直 和对他的一心一意的爱 假以时日 华叔感受到了他的心意 渐渐被他治愈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只可惜华叔鬼迷心窍 这山看着那山高 知道古今的身世后 便在心底里放弃了蓝峰 而蓝峰死后 他更是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也就注定了 华叔这一生 都要在不被爱 不懂爱的境况下度过了 可怜华叔永远都不会知道 失去了蓝峰 对他意味着什么